在寒冷的氣候當中 長輩率先帶來鱸骨舞獅 為現場炒熱氣氛 所有小朋友的活力帶動插 一樣是可愛模範 天空冠能 照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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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空 在雨 而這場康圓節主春期活動 當然少不了說康圓 由阿公阿嬤跟小朋友共同渴厭 從中更是瞭解康圓的歷史史故故 我們交台的 麻煩 要吃一碗牛 一定正義 牛是很喜歡吃湯圓 所以人們就選在冬至這一天 作為牠的生日 然後讓牠這一天 可以不需要工作 餵牠吃湯圓 讓牠可以舒舒服服的過上這一天 明命堂今天在冬至的到來之前 舉辦一個特別的活動 我們邀請了公正國小的小朋友 還有我們明明堂巷弄長照的長輩 一起來舉辦一個湯圓節祖孫情的活動 藉由這個活動呢 可以讓小朋友知道傳統的米文化 糯米文化 還有湯圓是怎麼來的 明明堂表示透過活動 重現早期鮮堂的氛圓 也讓更多長輩融入社區 感受溫暖人情 對身心健康也很大的幫助 因為我們明明堂以前就是一個鮮堂 現在到最後轉型變成廟宇的時候 那我們現在就是這段時間 我們就也準備轉型 從學堂 從廟宇轉到學堂 結合社區 一同發展 讓展輩有一個地方 休閒的地方 運動的地方 當這個都自己在家 都在家裡 今天好像比較不一樣 今天來這裡是活動 都老人 活動很慘 小朋友 早餐 很老子 小朋友 小朋友 很小朋友 阿嬤跟孫 小朋友跟孫 在活動很開心 宜蘭新聞記者張麗麟 採訪報導 謝謝